尹熙岳的老婆,韩国第一夫人金剑熙,一向喜欢抛头露面,在全世界面前玩遍装修,展示她的绝代风资,可是从2024年开始,金剑熙就没在大众的视野中出现,成了消失的她,许多人提出了各种阴谋论的猜测,其实真没那么复杂,真正的原因就是金剑熙闯祸了,尹熙岳说别出去给我找事了,踏踏实实待在家里。 5月4号,韩国检察总厂李元熙已经下达了指令,开始成立专门的调查组负责金剑熙的案件,原因就是金剑熙被人用视频举报,正是在2022年9月接受了贿赂,是一款价值约300万韩元的迪奥包,3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,也就是1.6万元,作为尹熙岳的老婆,金剑熙一直被韩国警察厅和众多媒体死死的盯着。 2021年7月,金剑熙被爆出伪造学历,韩国警方闻声而动开始彻查。 2022年初,几十家韩国媒体同时发力,狂挖金剑熙的黑料,报道他大学教授的履历是伪造的,事实上他早期是夜点公关出生,也就是开梯被公主。 2023年5月,金剑熙又被爆出操控股市,获得了10.5亿韩元的非法收益。 2023年7月,众多韩国媒体又指责他在欧洲疯狂购买失质品,光佩戴的克里夫钻石项链,就价值6200万韩元。 就凭这个,尹熙月已经违反了韩国公职者的规定,而这一次金剑熙受贿,证据确凿,消息传出来后,整个韩国检察厅掌声雷动欢呼雀跃,所有的检察官喜上没烧。 摩拳擦掌的说,这次一定要送低夫人去坐牢,你说尹熙月多么遭人恨吧?尹熙月现在已经是一头的包,固头不固定,被折腾得欲先欲死,要知道去年7月份。 她的岳母,也就是金剑熙的母亲,已经因为商业欺诈罪被判刑,送去吃饶饭了。 现在韩国检察院明摆着非要搞死金剑熙不可,尹熙月心惊肉跳,说你们太狠了,接下来是不是要轮到我了?要送我们一家去监狱里面团聚吗? 从去年年底开始,尹熙月就遭遇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连续五次暴击。 第一是韩国举全国之力,高调申请2030年世博会主办城市,尹熙月对此志在必得借以厚望。 提前放风说,这可为韩国创造50万个就业岗位,吸引超过5000万国外游客,将大幅度提振韩国经济。 没想到投票结果被全面碾压,支持率只有沙特的四分之一,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。 所有的韩国媒体痛骂尹熙月,说我们可能会输,但问题是我们以29比119的大比例输掉了。 这是高度无能,这就是对国民的欺骗。 第二是尹熙月干了先大事,就是韩国医疗改革,尹熙月对全体国民说要破釜沉舟,全力以赴地解决韩国看病难,医生短缺的问题。 于是二月份,宣布将医学院的招生规模,从3058人增加到5058人,这下子捅了马蜂窝,影响了韩国医生的既得利益,全都蹦起来反对。 近80%的实习医生提交了辞职报告,韩国医疗体系瞬间崩溃,尹熙月刚开始非常强硬,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。 和医生们硬刚到底,甚至威胁要把不听话的医生送去服兵役,韩国医生根本就不买账,本着法不择重的想法,异常团结的要和尹熙月干到底,罢工的医生越来越多。 韩国医疗体系全面瘫痪,尹熙月傻眼了,被痛骂之后不得不做出了让步,四月开始妥协,宣布调整医学院扩招计划,说扩招的人数由医学院自己决定, 而且扩招计划还可以推迟,没想到这下子更加不得了了,一看到尹熙月服软了,韩国医生蹬鼻子上脸,说你现在想投降,哪里有那么容易,你必须彻底取消扩招,否则老子绝对不给你上班。 这下子尹熙月无能的形象,在韩国更加深入人心。 第三是韩国的大丛事件,我们原来不是说过吗?韩国物价飞涨,在去年的时候,大批的韩国游客跑到中国来, 就为了从中国买大米到韩国去买,正差价,而到了今年三月,韩国食品的价格再次做上了火箭,一飞冲天,比去年上涨了88%,一个苹果卖到了32块钱,一个梨卖到了47块钱。 韩国院生在道,三月十八日,尹熙月带着媒体,视察首尔一家农产品超市,想表现自己关注名声,在超市中,尹熙月说哪里贵了,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,不要睁着眼睛乱说,韩国很难的,一捆大葱才卖875韩元,我觉得很便宜,你应该反思一下,你的工资为什么没涨,是不是你不够努力? 这个话一出来,立马在韩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,所有的媒体和论坛骂声一片,因为尹熙月的随从,专门带他去的过气打直的店铺位,正常的韩国大葱一捆的价格是3700韩元,接着875韩元一捆的大葱在哪里的话题,马上登上韩国热搜,一个月都降不下来,不少韩国人更是掀起了大葱游行,举着大葱要求尹熙月下课, 在这样的局面下,尹熙月的支持率可想而知,第四就是4月时候,最致命的暴击来了,韩国国会大选,尹熙月所在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和他的卫星政党,只获得108个席位, 而最大在野党,也就是李在明的共同民主党和他的卫星政党赢得了175个席位,是韩国国会绝对的第一大党,对比尹熙月呈现碾压优势,这意味着什么呢? 尹熙月的任何决定,在国会都不可能被通过,而国会其他政党所做出的决定,尹熙月也会持反对意见,两边会开始无休止的撕扯,什么都做不成,这就是尹熙月的局面,啥都干不成, 丈母娘也送去坐牢了,老婆也在接受调查,国会选举也输了,国会大选之后,又一个更大的噩耗来了,第五联机彻底摧毁了尹熙月最后的信心, 2023年七国集团首次邀请韩国参加会议,扩隆成了G8集团,尹熙月眉飞色舞,觉得这是韩国历史地位的极大提升, 对媒体说,韩国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国家之一,但是今年六月的G7峰会,却没有人邀请韩国,尹熙月都快哭了,说我跪舔你们两年多,就换来这样的结局, 其实我发现尹熙月现在的局面和内塔利亚湖有点像,内塔利亚湖绝对不能下课,下课就要去坐牢,尹熙月也是一样, 这或原来做检察长的时候,就把韩国政坛得罪了一半,做总统后更是倒行一失,魅力甜美,下课后坐牢是跑不掉的, 内塔利亚湖现在的政府是四分五裂,所有人都在反对他,尹熙月现在的政府是被在野党控制了,他啥都干不了, 只是不同的是,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,韩国是美国的跟班,内塔利亚湖就疯狂的挑衅,扩大战争, 要浑水摸鱼,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,那尹熙月怎么办呢?按照韩国媒体的报道,就在五月一日,韩国和澳大利亚在举行了外长和防长的二加二会议, 讨论的核心就是韩国要加入奥库斯,奥库斯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组建的军事集团,目标就是围堵中国,韩国就在中国边上,他要真加入了,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离中国几千公里, 要真打起来谁吃亏,谁是炮灰,其实尹熙月巴布的打起来,打起来他还可以做个战士总统,要打不起来,他以后只能去吃牢饭,和丈母娘还有老婆到监狱去团聚去了。 其实历来的韩国总统都很清楚,得罪美国是危险的,但得罪中国是致命的,因为美国太远,中国太近。